橘子和鸡蛋搭配老一辈的土方法省钱又管用 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大烦恼 首先把橘子切成两半 以下留稍微多一点 最近刚好是橘子大量丧失的季节 这个方法一定要学会 因为家里边每个人都用得上 用这种稍微轻一点的 没有那么熟的橘子比较好 把橘子切开之后 然后再把里边的这个果汁挤出来放到碗中 把果汁挤得差不多之后 再用刀把里边的这个果肉撬开 把果肉撬开之后 然后再拿勺子把果肉挖出来 把果肉挖出来之后 然后把这个橘子皮先放到一边备用 准备一到两个鸡蛋 然后把鸡蛋打到这个果汁里边来 再用筷子把鸡蛋搅拌均匀 不要加糖 不要加其他的什么调味料 把蛋液搅拌均匀之后 然后把这个橘子皮放到碟子上 然后再把这个蛋液倒在橘子皮里边 再把刚才的盖子给它盖上 然后再把它放在锅上面隔水 盖上锅盖之后 大火蒸五分钟 再把它拿出来 果汁真的太香了 一股橘子淡淡的清香味 这个做法老少皆宜 坚持吃一段时间 你就会有大的惊喜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希望大家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